老师,床头对马桶有解吗? 意思是说你的床头 你的床头后面是厕所 然后刚好是马桶,是这样子吗? 当然我先讲 就原则上这个能避免,尽量避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冲马桶的时候会有流水声 而且按照正常的一个逻辑 那你后面的这个 你楼上应该有马桶 所以就代表说这一面墙里面会有很多这种 水管、排水管、排粪管 那当然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可是我相信会这样问的同学 实在是因为我房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床 老师,我能够放床的地方就只有我现在这个位置 那后面就是马桶,怎么办? 那能够做的呢? 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床头柜 你千万不要天真到 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后方是马桶 然后我还不放床头柜 我的头一天到晚贴着这个墙壁 这个就真的不好咯 这不管是说对于睡眠的品质 或者是说我这个脑部头部的一些疾病 它这个影响就比较明显了 那我就建议一定要有床头柜 那这个床头柜当然你能够加厚一点点是最好啦 至少就是你的头跟墙壁 你中间有一个床头柜作为一个缓冲 好,那就先给大家这个建议了 那床头柜的材质那建议是选木质的 你不一定要选什么 Hinoki 快木那种那么贵的 但最好是木质的 好,然后也建议在这个床头柜里面呢 你可以放一些比方说像是棉被啦 衣服啦 这相对它是比较是个填充薄薄的一个状态 好吧,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做是让就是后面是床头这件事情 让它对我们的睡眠负面影响把它给降低 好的